西芹炒蝦仁 大家好,我是啤啤 今天做西芹炒蝦仁 一個簡單快手的菜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吧 材料有蝦仁一碗 西芹四條 紅蔥頭一個 蒜頭三四粒 還有少許甘筍 就是這麼多了 蝦仁,我們先用四分一茶匙的鹽 還有少許白胡椒粉葉一葉 會爽口些 西芹,切去頭尾 切走些葉,再刨走些絲 用手咬開一半 再扯些絲出來都可以 不過我覺得用刨都會方便些 把西芹斜斜斜斜斜切 好像這樣 甘筍削皮之後切片 紅蔥頭也是切片 蒜頭就切粒 開火下少許油 先下紅蔥頭和蒜頭 用中火炒香 撥在一邊,下蝦仁 轉大火 每面煎十秒鐘左右 煎好蝦仁之後 再兜兩兜 然後先不起備用 用同一隻鍋 下西芹和甘筍 下少許糖 大概四分一茶匙 再補少許油 我們用大火炒二十秒鐘 先用糖來炒 可以減少西芹的青草味 現在下四分一茶匙鹽 一茶匙蠔油 繼續翻炒二十秒鐘左右 再下兩湯匙的清水 蓋蓋 轉小火煮一分鐘 一分鐘 一分鐘之後 水都差不多蒸發了 我們轉大火炒乾 將蝦仁回鑊 兜兩兜 蝦仁熟 就做好了 西芹口有益 有豐富的胡蘿蔔素 維他命C E K 又有抗發炎 降血壓 血糖的功效 有些人不太喜歡吃 因為有那種 都很強烈的青草味 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到 用這個煮法 可以減少青草味 加上蝦仁的鮮甜 真的很配合 很清新 希望你們都會喜歡 我們每個星期都會出一些簡單食譜 歡迎免費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 再見